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杜华说 今天的影片发的有点晚 这一场我们讲的是 利物浦对阵爱福顿 在利物浦的主场呢 迎战这个上一场 战胜了阿珊娜的爱福顿 那么我的意见呢 是觉得利物浦能赢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并不认为 仅通过一场胜利 虽然说是战胜了 这个投名选手阿珊娜 那么就能够证明 爱福顿他有足够的实力 能够在这一场也拿下来 虽然说产生了一个 巨大的反差是利物浦在这边 上一战零比上 输给了蓝队 而且在今年的英超当中呢 他是只进了一个球 所以呢这个攻击力 进攻能力呢 是急剧的下滑 但是我的意见是说 这并不代表 我们能够通过几场的战斗 来评价这个利物浦呢 他不是强队 虽然说现在是处生于第十名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十名当中 他只占了二十人 他还有很大的上省的空间 到第六第七呢 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说现在方代克 还有其他的人员呢 也是有伤病啊 大家都知道方代克在没有伤病之前呢 表现也不好 那么自从他有伤病 休息了之后呢 大家才明白他的重要性 整个的这个组织进攻能力 以及这个后防线的补充呢 都是现在是出现了问题 可是我没有看到说 艾福顿能够在客场呢 战胜六普的理由 虽然说上一战呢 是一比零 在主场战胜的阿珊娜 但是这个一比零呢 也只是小胜 我们也有可能在怀疑 是不是阿珊娜的这个心态上产生的一些疲劳 对吧 如果说正常来打的话呢 阿珊娜是不可能输给艾福顿的 但是艾福顿跟阿珊娜之间的这个 奄缘呢 也是有一些导致了他的这个失利 但是这一场战 六普跟这个艾福顿呢 可以说是老冤家 所以呢 肯定是两方的战斗意志呢 比较的拉嘛 那么我还是会回归到最原始的 六普能够战胜艾福顿 所以呢 我们要保留给他的这个比分这里呢 要一个一比一 就是账品的意思 另一个就是二比零跟二比一 十六普赢 我是比较看好这样的方向 好吧 谢谢大家